白大队长被黄强明说得有些心虚 哈哈的大笑两声 道 你们能破案 啥都好说 案子要是破不了 就不要吹这个牛了 黄强明将手里的华子粘死在吊篮的怀里 再重新点起来一根 眼神迷离的道 老白 我以前跟你接触的不多 都没有发现 你这个嘴是真的硬啊 你赢 你说啥都行 你破不了案 就滚毒子 白大队长的眼神都变得格外傲慢起来 直白的激将法 虽然一眼就看穿了 可还是很不爽 黄强明失笑 你这个智商要是硬一点 你就该知道 我们将远之所以会来你时停线 就是因为不断的破了激案 你白剑这辈子破过的命案数量 有我们将远两年破得多吗 白大队长输人不输阵 毫不讳言的道 不用比 我这辈子破过的命案数量 可能还没有你家将远一年破得多 但是 黄强明的表情本来都缓和了 听到但是一词 又只能无奈地看向白剑白大队长 白剑道 就算你们破的案子多 破无数的案子 也不代表这个案子 你们就能真破的 我就这么说吧 天底下没有哪个人敢说 他能把所有的案子给破了 你说是吧 黄强明听得呆住了 这么硬的嘴 单丢给他 他都没信心咬碎了 刘锦辉在旁听的有趣 笑道 白大 从逻辑上说 你刚才的话 是偷换概念了 白大队长不好意思跟省厅来的刘锦辉杠 挺着嘴自我加持 这时候 江远道 白大 找两个马家庄涅门案的专案组刑警吧 从头跟到尾的那种 白剑道 我就是了 你想问什么 窗户上的脚印 你们有进行追查吗 江远取出一张照片 上面正是五分之一脚印的特写 差不多是一只鞋的中间部分 踩在了窗框的位置 留下的痕迹 白剑一听就知道江远问的是什么 道 我们当初就有专门请人看过这个脚印 太小了 没办法用作证据 整个犯罪现场是乱七八糟的 已经分不清哪些脚印是村民的 哪些脚印是凶手的 哪些脚印又是后来的派出所的民警和联防队员的 唯独窗户上的五分之一的脚印 基本可以确定是凶手的 这是一个典型的入室盗窃的脚印位置 石亭线的横剪也是尽最大的努力 取了一个相对完整的脚印下来 但是 因为窗框构造的问题 它本身就很小 最终也是没发挥作用 跟指纹类似 脚印也是需要有一定的大小 一定的特征点才好比对的 五分之一的脚印 还只是斜的中间部分 这在正常的足迹专家看来 基本就是废掉的证据 除非是LV5 江远刚才已经仔仔细细的看过这个脚印了 就从手边再拿起一张照片 跟五分之一脚印并到一排 到 这两个脚印是一起的 是同一个人的脚印 两张照片 都是足迹 一个只有正常的五分之一 一个是完整的 白剑一愣 表情逐渐转位 你逗我呢 因为面前的两张照片里 前者是运动鞋的脚印 后者是老棉鞋的脚印 鞋都不一样 说是同一个人的脚印 江远就地解释道 我认为 应该是凶手完成犯罪行为以后 换鞋了 这下子 不止白剑 办公室里的其他人都挤过来 犯罪中途换鞋 这种事情是有听过的 剑是很少见的 黄强明亦是强装镇定地哼了一声 内心同样好奇 说实在话 他见过的疑难案件也是不多的 人生中怕有一半的疑难案件说不定都是跟着江远看过的 没办法 做这种案件的凶手 他不能集中跑去铸台县犯案 也就只有江远这种流窜作案的警察 才能见多事广 江远再取了第三张照片 是一团涂抹锅的血迹 编号277 江远一边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下编号 一边道 凶手很可能是踩到了血 为了避免留下过于明显的痕迹 凶手在这里脱了鞋 换上了受害人的一双鞋 江远开始摆出大量的照片 分别是老棉鞋和运动鞋在室内的足迹照片 此前 白剑等石亭县的刑警们 也不是没有考虑过从足迹的方向去做案子 但脚印的线索太少了 脚印又太多了 马家的院子是硬土地 从硬土地走进客厅的瓷砖 就留下了大量的足迹 但清晰度并不高 从窗框的五分之一脚印 到地面上的运动鞋的这一步 不夸张的说 就算没有LV5的足迹鉴定技能 起码也得到高阶LV3才行 而这一步 是山南省大部分足迹专家都打不到的 如果是超级重案 完全没有线索了 一定要依靠足迹的时候 倒是可以将院子里的足迹全部打包 分类 再比较 那找一名高阶LV3足迹专家 也是能做这个案子的 就像是江源以前做的那样 整个过程比较繁琐 比较浪费时间 不过 江源现在就不用这么费劲了 新生起来的LV5的足迹鉴定 遇到这种高难度的足迹 正好发挥作用 而这一步 是最重要的0到1 相比之下 大家更关注更好奇的换鞋 反而是1到2 有个低阶LV3就能轻松判断 紧接着 江源又放出几张血迹的照片 倒 凶手先穿着自己的运动鞋入内 结果刚刚入内没多久 就遇到了受害人马君 马君应该没有意识到有人入室了 凶手以非常快的速度 杀死了受害人马君 之后 他脱下了自己的鞋 就在不远处的鞋柜里 取出了马君的一双鞋 继续行凶 最后戴上自己的鞋离开 受害人马君和凶手的鞋号相差不多 应该只相差半号 42和42.5这样的差别 两人的身高相似 但体重和年龄相差不小 所以 从这里可以分辨出一些老棉鞋的鞋印是受害人马君的 另有一些 很可能是凶手的 白剑这时候连忙到 这种老棉鞋 当年卖的不少 马家装就有不少人穿一样的鞋底 怎么分辨 江远轻松的道 就算是同一批出厂的鞋 鞋底相同 磨损程度也是不同的 磨损过后的鞋底 自然是有不同的 江远就地摆了三张照片举例 这三张就是该犯罪现场 三双雷同的老棉鞋的脚印 可以看得出来 右侧左侧 还有后跟位置的磨损点都不一样 白剑睁大眼睛 感觉看出来了 又感觉什么都没看 江远也不可能给麻瓜讲不同音调对魔法威力的影响 稍等了一下 就接着到 关键是 同一种鞋印 能够显示出两种体貌特征 也说明这双鞋有两个人穿过 同一双老棉鞋 有不和谐的脚印 虽然有可能是家里人混穿 但在跟运动鞋比较 还是能分辨区别出来的 总而言之 通过现场的足迹寻找突破口 目前来看 我认为是可行的 江远快速地做了一个总结 看向白大队长 白剑无从反驳 甚至觉得江远说的有些道理 这时候 白剑的心脏不争气地砰砰砰地狂跳起来 江远提出的观点若是被证实的话 这个案子还真的就有了新线索了 对一起命案基案来说 任何新线索都是弥足珍贵的 何况眼前的线索听着就有一股靠谱的感觉 凶手对马军家 应该是有一定的了解的 看写机的动线可以看得出来 凶手的行动路线很干脆 刘锦辉突然来了一句 同村人 或者是亲戚朋友 江远道 杀人也杀得很干脆 马家庄是比较偏僻的村子吧 几年前的话 外人去的应该是比较少的 那要了解马军家的房屋布局 特别是找得到马军家 应该是当地人才能做到吧 但是 马军家也不是太富裕 偏偏找到他家 是入室盗窃的第一家 刘锦辉边说边想 脑海中已是迸发出大量的灵感来 黄强明默默地拿出手机 开始给几位石亭县管事的领导发信息 然后 くださん其他人也是入室的 也认为这人是入室箱空门的